这是一代萧雄年庚摇的落寞时刻 昏暗的洞内一灯如刀 墙上挂着的那把象征着权力的红宝石银剑 此刻却显得是格外的刺烈 李渭借着暗淡的光线 打量着里面的一切 只见阴暗的门洞里 一张破木板架的床 废砖搭起的灶台 一口铁锅旁蹲着棚头垢面的年庚摇 如此简陋的环境 让李渭心中一阵心酸 随即摆出错做的四个送行菜 真是错 亲手给你做的 年庚摇被烟火呛入了咳嗽 没有接李渭的 强撑着起身走到李渭跟前 桌上的菜看到没看一眼 只是伸出手问道 圣旨的 显然年庚摇知道雍正派李渭来此的目的 也明白知道圣旨是要自己命的 李渭一番犹豫还是掏出圣旨 毕恭毕敬的双手递给了年庚摇 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给年庚摇最后的尊重 年庚摇愣神骗